杨先生 您有没有统计过咱们常氏家族 一共出了多少位相声演员 从我祖父常莲安开始 四代人当中出了十四位相声演员 十四个演员当中有十二个姓常 常莲安老先生 常宝坤先生 刚才咱提到四位顶尖人物有常宝坤先生 常宝林 常宝亭 常宝华 这是五位 再往后还有这个常宝庆 常宝峰 这是七位 再往后常桂田先生 常桂生 常桂德 常亮 常远 一共是十二位 十二个人的概念我们能找得到 但是一个家庭全是从事一个行业 这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来一同 我看到 من devi越好闹路有观加厚原则 这可能ехball是十二位 因为一共也不倒倒转了 但是一共有三岁 甚至是平时限要守上 但是还珍安能 council 一张全家福吧 第一位 长宝华 我的四叔 第二位 长宝山 是我五姑 后边是长宝峰 长宝林 我祖父长连安 我的二弟 长桂生 那是我小八叔 长宝庆 我三叔长宝庭 边上那个是我 一张特别珍贵的全家福 但是唯独没有您的父亲 这张相片是在61年照的 长家向上一部历史 就是向上发展的事 这一点来讲 应该有共同处 这个长宝一家子 都是说相的 那比如平时吃饭的时候 会不会也聊一些相的 有没有互相诋毁的事 你这不行这个 你三叔不会说 他就 你二大爷这什么玩意儿 有没有这样 像这种情况 我还都没发现 那个丽丁啊 别老板你们家的事 往人长相加过 我们家这家福 可是这相上演员之间 同行他会有竞争 比如我这场节目 我就想比李丁的节目 效果要好 那是不可能 那咱们的掐走了 不说不说 你要走我们俩真打起来 您在中间 我们还不这动手 您当年演的这第一段相声 您还记得是什么 我三岁接触相声 当时觉得很荣誉 而且腰板也直了 而且出去的时候 虽然没这模样吧 但是真是从心里头觉得 难怪家里的人都干这个 我倒想给大家介绍最上 这两张相片 我告诉大家 刘宝瑞老师 单口大王 接着是豪柏林老师 秃头那个 蜜蜂眼的郭启如老师 下面坐着 我三叔常保亭 郭全宝 电影导演谢天 朱向全 紧边上这个苏文帽 穿大衣那个是我 这张相片珍贵珍贵就在 我想这些老人家 一个都不在了 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 马三里大家都知道 马三里的师父谁呢 周德山 周蛤蟆 说对 一名叫周蛤蟆 跟我一起说相声 啊 朱向神知道吧 祖师爷 祖师爷 跟我一起说相声 孙茂那门说了 我跟着他走 当时是剧场啊 还是就是露天演出 剧场 剧场 天津解放 是我说相声的开始 第一天演出 没演成 是在露天的 上河边 演去了 跑站来了 一转跑站 全吓跑了 观众都跑了 还演什么 等于是在这个 正天津解放 打着仗的时候 还演出呢 实际上 我在那演出来讲 是我相声生涯的开始 是在这种事物里 还需要 看起来